在主谱黄兴中经会主委黄丁峰 基隆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天庆 立法人蔡思寅 法国在台协会副主任戴林志等人参与下 清发战争纪念园区普渡法会盛大登场 戴林志并代表法方在纪念碑前献花 这是基隆中元纪最特别的活动之一 族谱的黄姓中经会用丰盛的贡品 祭祀这些克始异乡的亡魂 具体展现基隆人不分国籍族群的慈悲心 清朝的兵在这边史上蛮多 法国兵也是死一堆人 小人的时候因为我都对阿嬷阿公 都来偷偷来副道 他们来副道都装使利用农业七月十来副道 那中元纪最主要的目的是 宗旨张钱卸斗 想想看清国公跟法国公来讲 他们当然都是为了战争而死亡 那我们告诉他 我们要终止争斗 就像张钱卸斗一样终止争斗 大家才能够和平相处 过个好日子 从2018年就参与法国公募普通活动的 法国在台协会副主任戴林志 非常感谢金融市民的热情 和济世的诚恳 为法国的英灵提供了安息地 即将离台的他也认为 法公募成为台法友谊的实体 也彰显和平的重要性 一百年前在一起台湾跟法国有打战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打战 我们现在当朋友 我们要还想一想 那时候一百年前的四人的 有台湾人有法国人 但是我们现在都在犹豫的 这是重要的 我们应该想一想 理事的好问题 就这样我们可以 未来在一起做朋友 瞬间台法国会友好协会理事长的 立法人蔡世英希望借这项活动 祈求和平 也加深台法之间的交流 因为金融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都市 金融市也曾经在历史上爆发过 我们的清法战争 那这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 可是在现在的过程当中 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祭祀活动 我们来祈求和平 所以世英也非常高兴 有今天能够来参与 一起也到临近的民族英雄墓 祭拜同样在清法战争中 阵亡的清国将士 与镇沙社区合办 这场普渡祭典的金融市议员张浩 和希望唤起大家对地方文化的了解 在日前也举办了一个 沙湾地区的一个走毒活动 那希望借由这个走毒 能够唤起地方居民 以及我们在这边以外的一个市民 对于这个地方文化的一个了解 那今天也特别透过这样的一个祭祀的一个活动 来特别来纪念过去 阵亡的一个将士 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精神 我们普渡的一个精神 也可持续永远的流传下去 记者张旗腾 金融报道